请问 你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四大名著吗 贾宝玉骑着赤兔马 扛着金箍棒 投奔了水和凉山 马上要跨年了 请问跨年有什么讲究吗 有 男生不要穿内裤 以为来年没有苦头 女生不要穿内衣 以为来年没有胸肠 请问 平胸的女人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有 当遇到四郎的时候 可以脱下一副镇定的说 哥们 自己人 请问 你为什么让你老婆减肥呢 不但浪费粮食 还浪费化妆品 怎么还浪费化妆品呢 那脸面积大呀 听说你三天没回家了 这是为什么呢 跟老婆吵架了 不让回家 那你们是为什么吵架呢 因为我经常不回家 听说你老婆很贪玩 你能用一个成语形容一下他吗 朝三暮四 这是形容贪玩的吗 早上三人一起斗地主 晚上四人一起搓麻将 朝三暮四 醉酒说胡话 醒来就后悔 请问你有这种体会吗 没有 为什么 我就没醒过 有一位作家说 最招男人喜欢的两类女人 第一类 是像失足妇女一样的良家妇女 第二类 是像良家妇女一样的失足妇女 那最招女人喜欢的男人是什么样的 以此类推就是 第一类 像流氓一样的君子 第二类 像君子一样的流氓 爱老公 假如有一天你失去了我 你觉得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那就像炒菜没放盐一样 你是说你的生活就索然无味了是吧 不是 我是说我得赶紧面包盐去 爱老赵 他们业务部的都说我特别凶 我觉得我挺温柔的呀 你看我凶吗 老赵 你看我凶吗 看什么 牛羊能娶到之女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那个时候没有警察 你现在偷看女生洗澡 再把人家衣服拿走 试试 男人都喜欢漂亮女人 所以 女人去整容了 女人 都喜欢有钱的男人 所以 男人撒谎了 有一句佛语 是这么念的 你糊弄我 我糊弄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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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糊弄你